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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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承订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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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期便到海洋公园 隔壁間酒店 Hello 我们去到第二天午初的烤焦囚 又要吃自助早餐 自助早餐分了兩個時段 一個時段是6點半至8點半 另一個時段是9點到11點 每段時段可以吃到2小時 早餐時分開了兩間不同的餐廳 被安排在我身後的The Pier餐廳吃 我們都聞過時應 兩間餐廳的早餐款式居民是一樣的 The Pier餐廳和Maria Kitchen 都有不同的特色 The Pier餐廳最大的特色就是門口 有個水族館在這裏 這個水族館也有名堂 是甚麼名堂呀? 這個就是一個圓形的水族館 有16位高 而且一共垂直可以跨越酒店的三層樓高 另外裏面有超過2000條魚 而種類高達有80種 而且同一至五下午2點半 大家都可以看到有一個潛水魚 去魚缸裏餵魚的 我們就等時間進去吃這個早餐了 我們已經進來吃早餐了 這裏真是準時9點才開始給你進來的 我們都略略說一下這裏有甚麼吃 基本上一進門後大家可以看到一辣的飲品 有果汁 咖啡 煎蛋區 有鵪鶏 有煎蛋區 也會有一些是熱食區 班戟 水煮蛋 另外也會有炒蛋 茄豆 特別小小的我看到會有一大堆粟米 然後還有一個自家製的雞肉腸 火腿 火腿就是厚切的 還有當然不少可以做到全日早餐的 薯餅和煙肉 單位置會放在牆桌 會有一些不同種類的麵包 另一邊 角頭 就會有粥 粥我會看到有面子牛粥 和白粥 還有點心區 有叉燒泡 還有燒賣 然後隔壁 有些咖喱角 還有粉麵區 湯底也是有清湯的東西 走進另一個地方 就會有沙律區 沙律我看到有些簡單的沙律 當然也有煙山文魚 另外那一口 也會有些乳酪 讓你自己選擇來吃 清爽 大家可能很好奇 為何我們早餐會有氣泡酒喝的呢 就是因為這個氣泡酒在這裏買的 大家可以喝喝的 非常棒 阿娥做了一個蛋黃鴨鴨 我做了一個蛋黃鴨鴨 阿娥你的蛋黃鴨鴨如何 我選擇的餡料 會有羊和洋蔥 其實它也有不同的配料 師傅已經炒了餡料 才放蛋 所以餡料炒得很香 不過裡面的蛋汁 我認為它不夠多 即是不夠濕潤 比較乾身 我喜歡比較濕少少的鴨鴨 因為我發現 許瑞的蛋 並不是用新鮮雞蛋 打出來再去做這個鴨鴨 一大盒的牛奶紫盒裝 裡面已經是有蛋黃和蛋白 再倒下去 就做成這個鴨鴨 雖然是方便 但感覺上好像蛋味 就不是太沖沖 就像這個蛋白一樣 蛋味真的一般 不過它的材料就是正如牙外所說 因為有煎香 所以味道是不錯的 我先吃一下腩海 這裡有煙生鴨 和不同種類的火腿 還有一些芝士 煙生鴨 其實都是偏向瘦的 脂肪不是很重 而鹹度是幾十足 我反而覺得沒有煙生鴨那種那麼鹹 這樣吃也不錯 炒蛋有蛋味 質感不算好滑 OK 腸的腸味不算好足 外面那層皮 都煎得不是很脆 都是一般 好 試試煙肉 煙肉都寫明是脆身的煙肉 試試煙肉的油香味是多出的 但一點都不脆身 都是很硬 我試試火腿片 這個火腿片味道有少少微微的鹹 肉味都蠻香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肉質不是乾身 是蠻軟身的 這個也蠻好吃 旁邊有朱古力醬 風糖醬 或者忌廉 加上去 然後加上風糖醬 哇 乾身到爆 哇 真是乾到 喝水不行 阿肥就說煙肉不夠脆 那我看看這個薯餅是否脆 加上去的時候 我其實就覺得很脆 我覺得這個薯餅是脆 不過脆得來是硬身 我絕對認同阿鵝的說法 是脆的 真的很硬 一般 一般 這個咖喱是脆的 但是咖喱味我覺得很少 有咖喱味 但是我覺得 如果再多一點 會更加好 這個牛肉燒賣 都蠻實的 雖然也有少少牛肉味 但是我嫌它 過實 淋回少少少 會更好 嘗嘗蒸米粉 又乾身 又凍了 不過凍了是我們的問題 因為我們是拍攝 但是真的很乾身 這個味道真的沒有太淡 完全沒有太調味 這個味道也是一般的 叉燒包 不算大不算小 適中 還有叉燒餡 就真的比較少 而且色水也很淡 叉燒的味道不是很濃 最大的缺點是包皮 很乾身 吃下去 有些銀 很難照下去 一般 轉眼間 我們已經回到房間 為大家做個總結 我們先為整個配件 做個評分 做個評分 我們先為整個配件 78 先說缺點 其實 整體來說 我覺得是不錯 缺點 首先是自助晚餐 款式少 食物一般 質素 另外是早餐 早餐 我覺得款式非常少 而且我們發覺 吃早餐有兩個地方 另一個是自助晚餐 另外一個是自助晚餐 另外一個是 另一個是 The Pier 我們就被安排到 The Pier 那裏吃 剛剛經過 就發現 The Maria Kitchen 早餐會多些 例如 多一些伊利多 維他紙包飲品等等 但我們不方便去拍 我們就拍到真實的情況 給大家看 我本身都想給79分 但就是因為自助早餐的緣故 所以我就扣了1分 不過 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裏的職業服務態度 其實真是不錯 今天這條片 就到此為止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條片呢? 如果喜歡 記得LIKE and share 最重要是 記得訂閱我們 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大家還想知道我們的最新動態 記得留意我們的MIMI Page 和也可以把你們覺得邪惡的美食 放回去我們開的邪惡美食關注組 那條link 我們已經放到 DISCRETION BOX下面 大家卡進去 就可以Follow我們 下條片再見 Bye Bye MING PAO CANADA